11月27日,日本防卫大臣延屋一表示,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驱逐舰将被改装为航空母舰,并计划搭载F-35B垂直起架隐形战斗机。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方案将被写入新修订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自出云号下水以来,关于日本拥有航母的种种猜测与质疑一直没有停息,而日本在发展航母问题上,也一直遮遮掩掩。 随着严无疑的正式表态,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一旦出云号完成改装并搭载F-35B隐形战斗机,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完全具备远粮攻防作战能力,从而开启二战后日本的航母时代,其现实意义与未来影响极为深远。 从直升机驱逐舰到航空母舰的占颜法,出云号系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2013年8月下水,建造总费用1200亿日元,约合75亿元人民币。 是当时海上自卫队最大的军舰,该舰全长248米,宽38米,标准排水量1,95万吨,满载排水量2,7万吨,最多可搭载14架直升机,可实现5架直升机同时起架,并能为其他舰艇提供燃料补给。 出云号的舰在直升机,主要包括SH-60海银反潜直升机,MCH-101多用途运输机,还可搭载UH-60黑银通用直升机,UH-1Q-1通用直升机和V-22鱼鹰轻旋转转,易运输机等。 由于与二战潜救日本海军的出云号装甲巡洋舰舰同名,出云号从一下水就引发广泛关注。 2014年1月11日,日本防卫省曾表示,为了强化冲绳附近诸岛的防卫力量,决定对即将服役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进行系统改造,使其成为对自卫队陆海空力量进行统一指挥的前线司令部。 防卫省计划在出云号内设置指挥中心,加装能够兼容和指挥三大自卫队的通信系统,实时收发和处理水路两栖夺岛部队,运输舰艇和空中支援平台等信息流。 指挥三大自卫队的协同作战,防卫省还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为出云号配备V22渔鹰,轻旋转转易运输机,使之间具夺岛部队指挥舰与最大支援舰的功能。 由于2014年后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组建水路两栖夺岛部队及水路机动团,所以外界当时普遍认为出云号很可能会成为自卫队实施两栖夺岛作战的指挥舰。 2015年3月,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正式服役,2017年3月,出云号的姊妹舰加赫号也正式服役,这两艘军舰从外观和设计上已完全具备了轻型航空母舰的特点。 出云级采用航母视权直通飞行甲板,设有重型升降机和大型机库,可搭载多达14架海英反潜直升机,在加装滑越甲板后,甚至可以直接起架F-35B战斗机,这些都属于航母的标准配置。 外界一致认为,出云级是直升机母舰,甚至是轻型航母,不过,日本官方却将出云级定位为直升机驱逐舰,日本政府之所以预盖弥彰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规避法律限制,日本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自卫队装备攻击型航母,直升机驱逐舰的定位可以规避合法性问题,防卫省一直辩称,出云级不具备起降战斗机的功能,不属于攻击型航母。 二是弹化航母舰,发展航空母舰容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直升机驱逐舰的称谓,则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淡化了威胁色彩。 事实上,在发展大鱼级和日向级的问题上,日本同样也采用了这种暗渡陈仓的策略,在将出云号改装威航母的问题上。 日本政府担心会违背专守防卫政策,曾一度准备放弃将其写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但其最终还是认为,在没有基地的太平洋,加强防空和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航母必不可少。 今年5月,持正的日本自民党在防卫计划大纲修正案中,正式提出,将出云号驱逐舰,改为多用图母舰,并计划引进与之配套使用的F-35B战斗机。 F-35B与出云集如何混搭在当前的记者会上。 严无义表示,改装后的航母可以配备F-35B隐形战斗机,日本方面正在研究,暗示可能会引进该型战机。 据悉,日本防卫省已经考察了F-35B在出云号上起降和存放的可行性,得出的结论是若实施改装,就可以起降。 F-35B战斗机是美国第五代多功能战斗机,可实现短距离起飞和垂直着陆,能是用于比普通航母甲板更狭窄的两气攻击舰。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1月27日透露,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从美国再采购100架F-35战斗机,单价金额约100亿日元,可计超过1万亿日元88亿美元。 加上目前正在引进的42架,将来日本拥有的F-35预计增至142架。 在新采购的100架F-35B中,日本希望包括于20架可在航母上运用的F-35B,用于装备两艘出云及直升机驱逐舰。 这项计划将写入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9年到2023年度,于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在12月中旬找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 日本防卫省已经计划把初云号升级为航空母舰所需经费,列入2019年防卫预算,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会看到初云号搭载F-35B变身为一艘真正的航母。 在2020年正式加入海上自卫队的作战序列,使海上自卫队的远量和航空作战能力实现根本性飞跃,拥有航母是日本政府和海上自卫队的梦想。 数十年来,其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造了白根级、大鱼级、日向级和初云,即等拥有大型飞行甲板的反潜驱逐舰和准航母, 特别是初云级在设计上具备了导式舰导、全直通飞行甲板、大型机库、升降平台和航空游库等航母的标志性特征。 可以说是一艘处心纪律打造的预备航母,得益于设计时埋下的伏笔,加上F-35B隐身战斗机可以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 日本无需对初云级的舰体结构进行颠覆性的调整。 改装卫航母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主要的改装应当是增加华越式飞行甲板和舰航相应配种, 以适应F-35B战斗机短距起飞的要求。 在主要的飞机起飞点和降落点,还需要增强飞行甲板强度和辐射耐热材料。 以防F-35B战斗机喷出的高温尾焰烧时甲板。 此外,初云级还需加装航空指挥调度系统、F-35B战斗机的维护装置, 以及改进航空弹药的存储和运输装置等。 所有这些,对于拥有一流造船和材料制造能力的日半而言都不算难时。 不过,由于初云级的机库容积有限,即便经过改装升级, 最多也只能搭载8到10架F-35B战斗机, 这在很大程度上致运了其航空打击能力。 同时,由于初云级的甲板长度有限, 即使加装了华越式甲板,也只能起飞F-35B这种短距起降的固定翼飞机, 无法搭载固定翼的舰的预警机。 这使其综合战力大大缩减, 意在打造攻防兼备的远征打击群日本宪法, 不允许日本拥有攻击型航母, 以及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等攻击型武器, 立即日本政府也基本秉持了专守防卫的原则, 据读麦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以盗屿防御等目的为名, 将改造后的出云号定位为防御型航母。 其实,拥有航母对于日本的盗屿防御并无实质性意义, 而所谓防御型航母只是另一个谎言, 其真实用意在于进一步摆脱专守防卫原则。 自民党国防委员会事务局长佐藤正就表示, 日本政府的下一步计划是改装两艘出云机驱逐舰, 并新建一艘, 总共保有三艘, 只在最终形成远征打机群。 日本政府还计划从美国引进9架1-2D英远预警机, 该机正是美国航母的标准配备, 可见, 对出云的极弹航母化改装, 只是日本突破航母禁忌的上篇文章, 建造大中型航母才是日本自卫队的终极目标, 从而使海上自卫队彻底转型为一支攻击性的海上力量, 这是需要周边国家高度警惕的。 事实上, 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强化装备建设动作不断, 全力打造远征型航母打击群的四两八主。 2017年11月, 苍龙级潜艇的第十号艇降龙号正式下水, 从而使日本的常规潜艇增加到19艘。 目前还有另外两艘苍龙级潜艇正在建造之中, 除了出云号和加赫号, 海上自卫队还拥有两艘具有全通甲板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 日向号和伊始号, 就海上返岛装备而言, 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四艘金刚级级两艘爱荡级宙斯顿驱逐舰, 还有两艘新型宙斯顿驱逐舰正在建造, 预计将于2020年之后正式投入使用。 日本还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建造八艘新型驱逐舰。 以强化日本的岛屿防御能力, 在11月20日召开了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肯谈毁。 第五次会议上, 日本政府披露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盖要的部分内容, 盖要将应对岛屿攻击, 作为自卫队力量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要求继续强化离岛独, 环击海空作战能力。 为防卫二字披上了浓厚的进攻性色彩, 从这一点上来看, 以战场为导向, 强化自卫队的作战能力, 将是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主要政策之项, 因此, 引进射程为900公里的攻击型远程巡航导弹, 以及对出云号的航母化改造, 也将成为未来五年日本政府持续扩充军备的重要议题, 这不仅对和平宪法造成极大冲击, 也将会对东北亚安全局势造成严重消异影响。 沐晓明, 刘海江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陆军研究院。